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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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好 各位弟兄姐妹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 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 这是基督徒在世界上可以说 最大的福气就是神与他同在 可是他要知道他要与神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要知道的要学的就是 我们如何与神同在 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名字可以来说起 在伊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 神借着先知伊赛亚预言说 要有同与怀孕生子 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 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的主要的目的 乃是把神的同在带来 他不仅是死在十字架上 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 更宝贵的就是 更重要的一面 更积极的一面 就是他要把神的同在 这个十字要带来 而这个神同在的这个十字 是怎样来的呢 是因着他死而复活升天 然后他将圣灵赐下来 那神借着圣灵 就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 而这样与我们同在 其实与神同在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可以享受到的福气 也许我们平常 没有太注意这件事情 那在圣经里面 最早提到的 就是与神同在的 他的名字叫以诺 那是在创世纪第五章 第二十二节那里说 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与神同在 跟我们在世上的日常生活 是没有冲突的 而且是应该在一起的 以诺与神同行 并不是说 神变成一个人的样子 好像耶稣那样 那跟他在一起 天天跟他在一起这样 他到哪里 那么神就到那里 不是 他是在信心中与神同在 因为我们读到 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讲到那些信心伟人的时候 他第二个题的人物 就是以诺 他比如那个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 那个第一 应该是第五节 那里说 以诺因作信 他与神同行是因作信 他是在信心中与神同行 那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 也是凭作信 我们就所以说要信耶稣 因为是看不见耶稣 所以我们才信他 信他死而复活了 信他升天了 也信他讲圣灵来 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同样的 不同的就是 在以诺的那个时代呢 好像圣灵还没有普遍地降下来 在旧约的时候 圣灵只是降在一些君王 先知和祭祀的 他们的身上 可是在新月的时代 就是现在我们所活的时代 凡有血气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领教官凡有血气的 他要把他的领赐给 所有那些相信的人 有血气的 就是那些相信的人 接受的人 那他在圣灵中 这样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谓与神同在 也是在信心中 就是这样相信 神在我们的里面 神天天都与我们同在 那个主耶稣 讲到那个圣灵宝灰时 要来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他来了也叫他 永远与你们同在 而且主耶稣 他生天之前 他给门徒们 一个大使命的时候 他最后一句话 也是说 我要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那里 也是说 神说 我永远不离开你 我永远不会丢弃你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件事情 圣经说了很多 只是我们要相信 那说到以诺呢 他也说以诺因信 他被接去 他因为 真是可以说充满了信心 神与他 神与他同在 他每天的生活 他的日常生活 所谓 生儿养女 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他要养家 他要工作 他有妻子 他有儿女 跟一般人一样的 但是 与神同在 我们要过一个 与神同在的生活 实在是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是连在一起的 没有任何的冲突 并不是说 我们什么都不做了 我们就去祷告 与神同在 不是这样的 因为神住在 我们的里面 圣灵 真的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这样相信 就是与神同在 那耶稣来 他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要记得 他的名字 以马内利 不是单单为我们 在写信的时候 最后说 主以马内利 我们那种形式的 不 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每一个 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 这实在是 我们可以享受的 最高的福分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什么都不怕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内心就充满了 平安喜乐 我们不会惧怕 不会忧虑 因为我们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 而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我们有任何的困难 我们都可以带到 祂的面前 祂如果与我们同在 我们越来是个胆小的人 我们就变成胆子很大 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 因为约翰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在那里说 他说在爱里面 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出去了 他说的爱就是神 因为他说神就是爱 那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而且神的爱是完全的 因为神 祂真是爱我们 真是无为不知 我们所需要的 每一样东西祂都知道 而且耶稣告诉我们说 甚至于连我们的头发 神都数过了 换句话说 神对我们 里里外外 祂所知道的 远远的超过我们所知道 有谁知道 祂的头发有多少根 但是神知道 就说了 神爱我们是 无为不知 神的爱是完全的 既然神的爱是完全的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所以那个惧怕了 就除去了 那伊诺 祂生儿养女 我相信 祂在 真的凡事上 祂因为相信神与祂同在 祂也依靠神 祂一定是个祷告的神 祂一定是个有信心的神 那么神也与祂同在 神也彰显祂的大能 但是叫神喜悦的是什么呢 是伊诺的信心 祂说伊诺因着信被揭去了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揭去了 伊诺与神同行 祂完全是 凭着信心的 完全是在信心里面的 而他那个信神到一个地步 一点都不怀疑 你要知道 圣经说 人若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就是我们讨神的喜悦 除了爱祂 服侍祂以外 还有就是信任祂 绝对的信任祂 一点都不怀疑 神喜悦 神对伊诺就是这样 祂喜悦了到一个地步 祂没有让伊诺见死 祂就把他提去了 这里圣经说 说没有叫他见死 祂说人也找不着他 我相信这些找他的人 很可能是他家里面的人 突然之间 他们家里面的人 可是他的儿女 他是生儿养女 他儿女说爸爸到哪儿去了 一定去找 但是没有找到 因为神把他提去了 在圣经里面 只有两个人没有见死 一个就是伊利亚 另外一个就是伊诺 伊诺 伊诺是因为 而且神太喜欢他 所以圣经说 伊诺他活了三百六十年 三百六十五年 六十五岁 按照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的生命 都是到九百岁左右的 有的是像 马赌撒拉是九百六十九岁 好像是 差不多将近一千岁 那按那个时代的年龄计算 伊诺只有三分之一的年龄 按照人的说法 我们今天的说法 他好像是短命 其实啊 神太喜欢他了 好像说 哎呀 你不要就在地上 好 你干脆到我这边来嘛 神就把他这样提去了 那家里面的人 那找他也没有找着 这是神所喜悦他的名证 其实他在 没有被神提取之前 神已经喜悦他了 那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神与他同在 天天都与他同在 他因为相信 而我们要过一个 与神同在的生活 这个信心是个基本的条件 越简单 相信越好 就是相信 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聚会的时候 特别他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耶稣他说 你们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个奉主的名 不是一句话 不是说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去 不是 这个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 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的名字 叫以马内利 当然他叫耶稣 基督 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名字 也是以马内利 所以当我们这样在主的名里面聚会的时候 就是在他的同在里聚会 所以他才说 无论在哪里 奉我的名聚会 哪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我已经在那里了 因为如果你们这样相信的话 我已经在那里了 我们聚会的时候 都应该每一次 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应该相信 我们如果有信心的话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 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 当然我们也能够享受他的同在 与神同在实在是基督徒一个最高的福分 那在圣经里面 另外一个与神同在的人 就是大卫 我们知道大卫 他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 也许大家很熟悉的这一节经文 他就是说 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如今我还要再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怎样他的荣美 求问他 他所谓的在耶和华的殿中 在旧约的时代 当然他们敬拜神是到圣殿里面 可是那个内在的那个含义 属灵的含义就是 他愿意一生一世都一生同在 一生一世他都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在旧约的时代 因为大卫 他是君王 他也是先知 所以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 他是在圣灵中这样 经历神的同在的 所以他愿意一生一世的这样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相信他真的 他真的他一生当中 从他的诗篇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实在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 与神同行的人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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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十篇二十三篇他也说 这是 我相信 他说 耶和华 我一生一世 必有耶和华的慈爱 随着我 并且我要住在他的殿中 直到永远 他说 他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 他知道与神同在的好处 他知道与神同在好 是他在世界上好 最大的福费 虽然他已经做了国王了 但是 他知道 他之所以能够做国王 是因为神 是因为神高举套 他自己在诗篇里面 他说 是神把他从粪堆里提拔出来 是他做一个君王 但是他宝贵的不是他的地位 他宝贵的那是 他所爱的神 他所欣赏的神 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是做什么呢 他是要宰养耶和华的荣美 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他知道神 他的属性 他的美德 他的荣耀 他各方面的 他就觉得好像 神是值得他来认识 还有赞赏的那样的一位 所以在诗篇27篇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最后的一节 就是说 他说要等候 意思说 你要与神同在 你要坚固你的心 不要动摇 他说 我再说你要等候神 意思说 我再说你要与神同在 等候神 就是与神同在 等候神 就是来到神面前 与神同在 而大卫呢 他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人 他一直都是与神同在 所以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 可以过这样一个生活 这不应该是少数人的 有一本宝宝的书 也许有很多 主内弟兄姐妹 可能已经看过的 就是与神同在 这本书 是中文翻译的 他的作者 就是劳伦斯弟兄 他是16世纪的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一个什么 很有学问的 很高深的学问 或者有什么学位 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 而他的职业 他在军队里面当过教夫 后来呢 他进了修道院 他就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 做大师傅 所以 据他自己说的 他是一个 长得很高大 手脚很笨的 有时候会打破盘子 碗那什么 好像照人来说 他是一个老初 但是呢 他多年来 他就是这样 操练与神同在 他是 当然也是从信心当中 这样培养 他活了八十 差不多八十岁 他操练到四十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过一个 与神同在的生活 他说 他开始 过与神同在的生活的时候 他说 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 虽然他有很多地方 他不方便 他不会做 他觉得他很笨拙 但是 神与他同在 他依靠神 其他的行动 好像听说 他的腿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就是 凡事信靠神 无论到哪里 而且呢 他有一个喜乐 心里面的那个 说不出来的那个喜乐 他是一个 爱神的基督徒 也可以说是一个圣徒罗巴 他说 他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爱神而做 即使在地上 捡起一根草来 他都是为了爱神而来做 我们也可以说 就是他 好像是一个 一个心腹型的基督徒 因为他都是 一直在神的爱里面 因为他与神同在 因为他知道神住在他的里面 所以呢 他真的是充满了爱 正如约翰所说的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的里面 那当然 神与他同在 不仅是外面与他同在 神就住在他的里面 神是这样的与他同在 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的话呢 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 神就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真是 应该是 天天都可以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 我们要记得 虽然我们在外面 我们可以忙碌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要常常想到 主耶稣就在你里面 他的名字就是 以马内利 翻出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你要注意 神与我们 这是多数的基督徒 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信耶稣的人 都应该 经历到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也许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还有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以罗呢 他与神同在 他是生儿养女 并且生儿养女 这个意思就是说 神喜欢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就是那种 家常是生儿养女 油盐酱醋 每天做菜 做饭 神都会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可以 有的姐妹她就是这样 她在做家务的时候 洗衣服的时候 或在做饭的时候 在厨房里面说 她仍然与神有交通 仍然与神有交通 比如我的师母 她年轻的时候 她在厨房里做菜说 她常常把圣经放在厨房 那个炉灶的旁边 所以说做做菜 她会祷告 主啊 祢要教我怎么做 这样 然后她会去看看圣经 这样 就是神与他同在 就是这样 在日常生活里面 神都与我们同在 祂喜欢与我们同在 实在说来 神当初造人的时候 祂就有一个心意 就是愿与人同在 他当初造的 亚当跟夏娃 把他们放在 异典园里面 那个异典园 那是象征乐园 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 当然他们在没有犯罪以前 当然他们什么都没有 就是说 什么都不缺少的意思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可是人犯罪以后呢 就从神的同在中 就离去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后来就被赶出一点远 这样 那耶稣来了呢 就来救赎我们 再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 再恢复人当初与神同在的 亲密的那种关系 那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 我们应该是和神 是真的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好像摩西啊 他真的认识神 好像是面对面的看见了神 但是圣经说 他如同看见了 那不能看见的神 我们也可以跟神 有这样一个关系 在灵里面 在祂的道里面 还有在教会弟兄姐妹的 他们的分享里面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当然 头跟身体必须是连在一起的 那头如何的荣耀 身体也如何的荣耀 我们神因为在我们的里面 祂是荣耀的神 所以我们也应该是荣耀的 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姐妹 祂说当我们这样来追求 这个内在生活 这样与神同在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 也会变得 会尊贵 祂用这个majestic 好像君王那样的 那种尊贵 那种气质 会很自然的 在我们的身上 会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与神同在 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 这是主耶稣来的目的 当我们想到 耶稣的时候 不要单单只想到 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了 祂这样爱我们 你更要想到的时候 祂复活了 升天然后把圣灵这样赐下来 就借着圣灵啊 祂今天 住在我们的里面 祂可以天天与我们同在 在每一天上都可以与我们同在 在教会中 在事工商 在聚会的时候 还有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学校里头 我们出门的时候 祂真的是 处处的都与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的福分 但是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操练 那如果你还没有 那个劳伦斯弟兄 所写的那个 与神同在那本书呢 我真的很推荐 很值得你 很薄 很值得你买一本回来 就是照着他书上所说的 这样的操练 我相信不久 你就能够过一个 与神同在的生活 好 我想我今天的讲话就到此为止 好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的一条心 看的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